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9月13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丁薛祥在中共香港事务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 南华早报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第六号委员丁薛祥表示 他是负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人 丁薛辉在香港举行的高层峰会上发表预先录制的视频致辞 表示支持维护香港的独特地位 并赞扬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是在这次活动上发言的最高级别的北京领导人 他的出席表明他是负责香港和澳门的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人 普京会见金正恩 俄罗斯称寻求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帮助 环球邮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访问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期间 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霸权势力的神圣斗争 金正恩的访问被视为两国关系加强的标志 预计朝鲜将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冲突的武器 以换取经济支持 这次访问还提出了俄罗斯协助朝鲜太空计划的可能性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朝鲜火箭开发活动的掩护 中国表示已注意到iPhone的安全事件 彭博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已发现苹果iPhone存在安全问题 据报道 北京正在将敏感部门使用iPhone的禁令 扩大到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 不过 该发言人也表示 中国尚未颁布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苹果或外国品牌手机 冯德莱恩在欧盟选举前捍卫网纪记录 路透社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 冯德莱恩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中 为自己的网纪辩护 并概述了他的未来计划 他强调了对绿色能源的公平过渡 强大的地缘政治联盟 以及与世界公平竞争的承诺 冯德莱恩宣布 欧盟委员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替调查 凸显了他捍卫欧洲企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举心 他还表示 将任命一名特使协助中小企业客服繁文入节 让营商变得更容易 冯德莱恩吹捧了他的成就 包括兑现了他在2019年担任委员会主席时提出的提案的90%以上 他强调了地缘政治联盟的建立 欧洲绿色协议的实施 以及对陷入困境的可在生能源公司的支持 面临通货膨胀等挑战 中国公布台湾一体化蓝图 并派遣军舰绕行台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公布了一项促进沿海省份福建和台湾一体化的计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规划 旨在将福建打造成为对台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一消息是在两岸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发布的 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 鉴于近年来两国关系紧张 目前尚不清楚台湾将如何接受中国的提议 军情五处警告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可能是中国间谍 独立报 据泰晤士报报道 在军情五处警告英国保守党可能是中国间谍后 英国保守党放弃了两名潜在的议会候选人 据称 这两名政客被认定与统战部有联系 统战部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政党 旨在在海外施加影响力 这份报告是在今年早些时候 一名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后发布的 对此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呼吁英国社会包括学术界企业和智库提高警惕和提高透明度 李基茨勋爵警告说 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寻求渗透和颠覆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 包括窃取商业机密 不过 他也警告不要营造怀疑文化 并指出透明度和意识是防范间谍活动的最佳防御措施 英国政府正面临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呼声 一些议员认为应该将中国视为威胁 中国消费者为苹果iPhone15喝彩 其他人更喜欢华为 路透社 苹果的iPhone15在中国得到了不同的反应 一些在线用户称赞其更快的芯片和改进的游戏功能 而其他人则更喜欢华为的新款智能手机 苹果在中国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部分原因是美国出口管制导致华为智能手机业务下滑 然而 iPhone15的发布受到了密切关注 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禁止员工使用这款手机 苹果及其供应商的股价下跌 金正恩在俄罗斯航天港与普京会面可能暗示他的太空和武器一新 多轮多星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周三在西伯利亚的火箭发射设施会面 这是四年来的首次峰会 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扩大两国军事合作 金正恩可能会向俄罗斯请求经济援助和先进武器技术 以换取朝鲜的弹药 朝鲜领导人还可能寻求俄罗斯协助开发军事侦察卫星 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弹道导弹潜艇 朝鲜在将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努力中屡屡失败 其洲际弹道导弹使用液体燃料 无法长时间保持燃料状态 金正恩可能会寻求俄罗斯帮助开发固体推进剂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导弹更容易移动和隐藏 发射速度也更快 他还可能寻求援助 导弹的弹头能够在重返大气层打击目标时幸存下来 泰国免除中国人旅游签证以提振经济 日经亚洲 泰国政府暂时免除了来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游客的旅游签证要求 以吸引更多游客并增加年底旺季的消费 此举是总理斯雷塔 塔维辛支持旅游业和刺激该国因出口疲软而放缓的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今年前八个月 泰国接待外国游客1790万人次 其中中国游客220万人次 然而 这还不到2023年500万目标的一半 中国表示并未禁止购买使用外国品牌手机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任何禁止购买和使用 包括苹果在内的外国手机品牌的禁令 已回应媒体报道称 政府机构和公司已告诉员工在工作中停止使用iPhone 工信部表示 虽然注意到多其与苹果手机相关的安全事件 但尚未出台任何禁止使用外国品牌的法律法规 最近有关该禁令的报道 恰逢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这给苹果公司带来了挑战 因为苹果公司的收入增长和制造严重依赖中国 中国央行誓言支持需求和价格反弹 路透社 中国人民银行PBOC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央行将增加需求并支持价格小幅反弹 人民银行将加强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协调 密切监测金融政策效果 营造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促进实体经济有效需求 这位官员还提到 中国的信贷稳健增长与复苏相一致 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 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降息和房地产宽松措施 以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 该官员还暗示可能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并使用结构性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内需 张勇离开云部门 马云仍是阿里巴巴最大老板 日经亚洲 张勇突然辞去阿里巴巴云部门 阿里云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引发了人们对马云对该公司的持续影响力的质疑 张勇于2015年成为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 并于2019年接替马云担任董事长 然而 当马云于3月份返回中国时 张勇决定将其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职位让给马云 张勇先生辞去阿里云负责任职务出人意料 这导致人们认为 尽管马云没有担任正式职务 但仍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力 阿里巴巴目前正在进行重组 并计划拆分为6个主要业务集团 其中5个集团将进行IPO重组计划并未对阿里巴巴股价产生预期影响 阿里巴巴股价陷入停滞 河马先生连锁店的潜在 IPO也被推迟 中央情报局是否贿赂分析师已拒绝COVID-19实验室泄露理论 南华早报 顶尖病毒学家对举报人的说法表示怀疑 即中央情报局贿赂分析人士 已否认COVID-19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理论 这一说法是在向美国众医院两个委员会作证时提出的 是有关病毒起源的持续辩论的一部分 这位被描述为高度可信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举报人声称 调查COVID-19起源的7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中有6人得出结论认为 实验室泄露理论是有可能的 但他们获得了经济激励来改变他们的立场 病毒学家称这种说法不太可能 而且是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中国保险公司老板因腐败被判无期徒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人寿保险员董事长王斌因腐败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被判受贿4460万美元 隐匿海外存款780万美元 他被指控在领导多家国有金融机构时收受贿赂 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保险 中国交通银行和中国太平保险 王是最新一位在习近平主席对金融业反腐败打击中被捕的高级管理人员 据信 这次打击行动的目的是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并集中控制该行业 中国加大对人民币施压 有利于遏制人民币贬值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让交易员在香港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变得更高 香港银行间相互介入人民币的成本飙升 使得交易员介入人民币并对美元出售的成本变得更高 在人民币离岸汇率跌至历史新低后 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打击人民币空投的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计划发行的人民币票据数量将超过下周在香港到期的人民币票据数量 这也将给借贷成本带来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动被视为遏制人民币贬值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同意教皇特使罕见来访就乌克兰冲突进行会谈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宣布 教皇特使朱皮书记主教将访华 就解决乌克兰冲突进行会谈 由于中国和范蒂冈在中国主教任命和范蒂冈承认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 中泛关系一直冷淡 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中国外交部没有提供祖皮的日程安排或他将与谁会面的详细信息 但他很可能会在北京与高层机构领导人会面 祖皮的访问是范蒂冈为将乌克兰和俄罗斯带到谈判桌上 而做出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与范蒂冈之间最高级别的官方会晤是2020年保罗 加拉格尔大主教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间的会面 峰会表明乌克兰战争如何推动俄罗斯外交政策 纽约时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定于周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峰会 此次会面正指两位领导人都有共同需求之际 普京需要更多弹药来应对乌克兰战争 而金正恩则需要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资源来支持他的孤立国家 尽管朝鲜历史上是一个贫穷和麻烦的伙伴 但由于他有能力提供弹药并支持俄罗斯反击西方霸权 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凸显出 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已接近19个月之际 战争目标仍然是普京的首要任务 此外俄罗斯还担心朝鲜推进核武器计划 但随着俄罗斯与美国的冲突和对抗加深 这已成为次要问题 美国官员警告称 朝鲜可能正在向俄罗斯运送炮弹和火箭 用于乌克兰 并担心土金与金正恩峰会可能会导致更多武器交易 中国房地产市场如何酝酿危机 以及习近平的激进解决计划 电报 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酝酿多年的危机 原因是廉价债务助长了房地产泡沫 而随着买家需求枯竭 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 政府正在淡化长期以来对房屋所有权的限制 希望为不需要的房屋找到买家 政府已采取自由市场政策来支撑房地产行业 包括让想要投资第二套住房的人更便宜更容易 它还改变了规则 使不拥有其他房产的第二次购房者 可以获得与首次购房者相同的首付 并降低了首次购房者的首付要求 抵押贷款利率也被下调 已降低借贷成本 价格也有所下降 然而 专家们正在观望政府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 全球基金对信用风险感到遗憾 中国房地产股和债券重新受到青睐 南华早报 中国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努力 正在提振房地产股票和债券 而全球基金经理则强调 该行业是破坏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大信用风险事件 追踪十家房屋建筑商的恒生内地房地产指数 周三上涨0.1% 本月上涨5% 追踪184亿美元中国垃圾级债务 主要是房地产债券的 IS美银美龄指数 本月回报率为3.9% 中国华为表示 已与小米达成全球专利许可协议 路透社 华为与小米签署全球专利交叉 许可协议 涵盖5G等通信技术 该协议解决了两家公司之间的专利许可纠纷 华为此前 已与OPPO 三星和爱意信等其他科技公司 签署了专利许可协议 7月 华为宣布2022年获得5.6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并且其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超过了过去两年支付的费用 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 美联社 欧盟EU宣布对中国向其电动汽车EV制造商提供的补贴进行调查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表示 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大量涌入全球市场 并通过国家补贴人为压低价格 正在扭曲市场并损害欧洲公司 中国已成为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部分原因在于补贴方面的大量投资 欧洲汽车制造商现在在其本土面临着来自中国品牌的竞争 冯德莱恩没有提供有关调查的细节 尽管存在安全担忧 英国和中国的学术研究合作仍增加了四倍 电报 尽管存在安全风险担忧 但英国与中国的学术研究合作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四倍 伦敦国王学院的报告显示 2021年 英国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者在期刊上发表了22591篇论文 约占Web of Science所引的所有英国论文的10% 这一数字高于2011年的5105篇 到2022年 中国对英国研究产出的贡献将增至论文的11.4%左右 该报告还强调了英国科学界对与中国机构的联系 以及中国博士生留向英国大学的依赖 英国政府应间谍指控面临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再次引发了有关英国与北京关系未来的激烈争论 这场风暴在周末爆发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 今年早些时候 根据英国官方保密法 这名研究人员与另一名男子一起被捕 报告称 该研究人员在担任部长职务之前 一直与高级保守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 其中包括安全部长汤姆 图根哈特 汤图正 政府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图根哈特自从担任安全部长以来 就没有与此人联系过 大多数媒体机构都没有透露这名被捕研究人员的名字 他已通过律师发表声明 宣称自己无罪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表示 这两人正在接受反恐警察的调查 并已被保释至10月 中国军舰在渐海演习时公布经济一体化计划 未报 中国向台湾以东海域派遣了创纪录数量的军舰 这被解读为在1月份台湾总统选举之前发出的警告 此举出台之际 中国政府宣布将让台湾人民更容易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21条措施 包括便利在敏台包生活、扩大福建学校台积学生规模等 由于好工作越来越稀缺 中国的全职子女搬回父母身边 承担家务 美联社 经过与COVID-19的长期斗争后 中国的就业市场目前正在努力恢复 据估计 有1600万中国年轻人现在与父母住在一起或搬回了家乡 王先生去年12月被一家游戏公司解雇 他就是这1600万中国年轻人中的一员 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深圳求职 但没有成功 最终导致他要求搬回老家 6月份 城镇16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 如果将全职成年子女算作失业人口 失业率将是3月份官方失业率近20%的两倍多 就业荒是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问题 与去年同期相比 4月至6月经济增长了6.3% 当时中国部分地区正处于严厉的COVID-19封锁之下 官方公布的中国城镇总体失业率为5.3% 但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中国金融老板因腐败案被判无期徒刑 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员董事长王斌被中国东部山东省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两年后 刑期将检为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王被判受贿4460万美元 并非法藏匿750万美元海外存款 王是最新一位因北京持续打压金融业而被监禁的高调老板 此前参与打压的人物包括华融前董事长 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 华新控股首席执行官等 莫迪希望让印度成为芯片制造超级大国 他可以 纽约时报 印度正计划在古吉拉特邦建设一座半导体城 希望成为芯片制造中心 该地点目前是一片平级平原 但政府希望吸引外国公司在该地区设立制造设施 政府将提供100亿美元的补贴 为每家公司的支出提供50%至70%的资金 英国矿业合金属集团维丹塔 维当泰董事长阿尼尔 阿加瓦尔·恩尼尔·埃格沃预计 到2025年 维丹塔印度制造的芯片将问世 然而 由于印度没有芯片制造经验 也缺乏专业工程师 建设该工厂将是一项挑战 以及所需的设备 目前 世界上大部分尖端逻辑芯片都在台湾生产 印度也在与中国竞争 中国在自己的芯片制造业上 投入了大量资金 一些专家认为 印度的野心太高 但扩大该国在芯片供应链中的作用 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 随着交易的不断进行 中美地区关系升温成为政治得分最高点 南华早报 中国各省市越来越多地与美国各州建立联系 以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一策略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得到了展示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的代表 在会上展示了新能源 绿色经济和生物科学项目 事实证明 这种做法是成功的 伊利诺伊州宣布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达成20亿美元的交易 尽管如此 专家表示 各国在与中国贸易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因为向中国出口技术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世界因美国霸权而变得更好 彭博社 多年来 美国一直是霸权国家或全球主导力量 然而 随着其他大国的崛起 其相对全球影响力开始下滑 全球权力动态的这种转变 将对全球政治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在于 美国是否想继续保持霸权地位 世界是否应该支持美国衰落 或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地理位置 例如 中国希望看到美国霸权的终结 以便重新夺回全球大国的地位 与此同时 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依靠美国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侵略者的侵害 霸权不仅涉及防御 还涉及谁来决定和执行国际体系的规则 一些人认为 霸权对于维持世界秩序和稳定是必要的 另一些人认为 权力平衡可以维护秩序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各国可以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美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是头号霸主 但其主导地位日益受到质疑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将至少部分的由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决定 意大利和英国在习近平问题上结结巴巴 彭博社 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贸易不平衡 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对技术转让和经济淒凌的担忧 意大利和英国是特别重要的测试案例 因为他们都与中国关系密切 但现在正试图扭转立场 然而 他们正在谨慎行事 以避免报复和损害本国经济 美国大选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会回归到威胁脱离欧洲的时代 欧洲正试图在对华政策上寻求团结 但各国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中国必须结束 胁迫外交 日经亚洲 东盟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峰会上 对中国在南海的激进扩张表示担忧 北京的行为非法且缺乏合法性 但中国拒绝停止 这位主席在东亚峰会上的声明 呼吁针对中国最近的行动自我克制 不要进行会加剧紧张局势的活动 中方对南海问题的态度 与对日本辅导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入海洋的态度是一样的 美国大学不应该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 外交事务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受到阻碍 这一趋势可能对两国和世界产生不利影响 由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 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调查显示 美国正成为中国学生不太理想的目的地 拜登政府最近仅将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延长了六个月 并有人呼吁让他到期 然而 在竞争和潜在冲突时期 保持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只要大学准确评估风险 并避免夸大风险 就可以为稳定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而不会增加间谍活动的脆弱性 或从研究中获得不当利益 培养国际人才 即使是来自不友好国家的人才 对美国来说也是极其有利的 国际学生在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大多数人打算在学业结束后留在美国 然而 旅行禁令和签证限制等阻碍优秀学生 就读美国学校的政策一直在损害该国的地位 两党一致认为 政府需要让国际STEM毕业生更容易在美国拘留和工作 但全面的移民改革一直是一个障碍 重要的是要考虑不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的风险 以及导致学术交流不可能的 不加区别的政策的风险 不同类型的合作涉及不同程度的风险 应进行相应的评估 科学合作是外交的重要形式 它能产生开放的心态 耐心和同情心 大学拥有通过教育 研究和联合解决问题搭建桥梁的独特能力 它们可以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战略竞争对手 并寻求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共同点 即使面临政治阻力 美国大学也应该承担起搭建这些桥梁的责任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称核内关系升级并非针对中国的冷战举动 路透社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 美国升级与越南关系的决定并非针对中国的冷战举动 米拉拉普湖珀表示 此次升级并不是为了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伙伴关系旨在支持越南的技术经济和发展愿望 他强调 这种关系关系到两国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南海的共同繁荣安全和利益 中国越南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长期争端 菲律宾国防部长呼吁建立新联盟改造海军以对抗中国 南华早报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呼吁该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迅速现代化 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特奥多罗表示 新的防务伙伴关系是必要的 安全人员的技能需要提高 以保持可靠的威慑态势 菲律宾已开始军事现代化建设 重点采购战略武器系统 先进军舰和战斗机 该国还呼吁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欧洲和印度结盟 对抗中国在争议海域的主张 这不仅仅是美元 中国支持人民币对其他23种货币 彭博社 自8月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PBOC一直支持人民币对23个贸易伙伴的汇率 包括欧元、日元和英镑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弱 但这仍稳定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币值 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努力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自7月底以来 贸易加权一篮子货币上涨了约1.2% 而同期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贬值了2% 每月关系升级 中国和空中客车公司可能成为输家 路透社 美国和越南已同意升级外交关系 预计这将为新的商业交易和投资机会扑贫道路 然而 由于美国旨在促进越南工业发展并减少其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可能会失去商业交易 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 随着越南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俄罗斯也可能会遭受损失 此外 由于波音公司与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越南航空 达成了出售50架737MAX喷气式飞机的协议 空客公司可能会遭受损失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 美国注重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忽视了人权问题 随着美国加大对越南芯片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支持 马来西亚和印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随着美国企业集团霍尼维尔与太阳能公司奥密合作 推出越南首个电池储能系统 AES和西门子可能会失败 这对越南的Fluence构成威胁 通过供应商在越南生产电池储能系统的公司 国族失利后 中国球迷在场外嘘声 为叙利亚鼓掌 南华早报 在一场国际友谊赛中 中国队0比1惨败后 中国球迷对自己的球员发出嘘声 并为叙利亚队鼓掌 这场比赛的观众很少 许多球迷选择离开以表达他们的不满 现场观看的球迷们明显感到沮丧 有些人在全场比赛中发泄了愤怒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支持者呼吁中国队不要放弃 而其他人则高呼球队解散 中国队拥有大量控球权 但未能突破叙利亚队的防守 叙利亚队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eak.com 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不出意外的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在这个月召开一次 对外发布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现在普遍分析时间是在十月份到十二月初都有可能 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根据过往的经验是涉及到经济为主 所以外界尤其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人士专家学者对这个会议是密切关注 也存有一些期待 那么在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之前 先来看一看天津的最新情况 一边就是在531楼YY地沉沉事件中受到影响的人数 大概是3000人到4000人左右的天津市金南区凤井庭院以及蓝岸庭院的业主 9月13日相关业主就表示 9月12日还是有不少的业主去到了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的外面 在聚集来表达不满 时间是9月12日的上午 在夜间也有相关的业主去区政府门口散步示威 目前总体来看呢 政府也好 包括表达不满 居民也罢 都是态度比较克制 有业主就表示他们的诉求没有改变 对于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给到的两个方案选择 第一个就是修缮之后的回签 另外一个就是房源的置换 他们是不满意也不接受 他们希望官方给更多的一个方案 就是现金的置换 有业主还介绍 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向天津市这个层面的一些官员和机构反映问题了 如果金南区人民政府不给他们一个他们满意的答复 他们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能够介入这个事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9月12日明镜追击的节目 在天津现在备受关注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天津公交 普通的员工9月份才拿到6月份的工资 等于是持发薪水达到了3个月 9月13日在接受民进追击质询时 天津公交集团负责统计造假举报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他所了解到的整个天津公交集团的员工啊 都存在拖欠薪水的情况 什么原因他搞不清楚 那再问及天津公交集团的领导是不是出现了薪水吃发的情况呢 他说不清楚 根据天津公交官方网站披露的信息 目前整个集团有职工是1.83万人 其中公交驾驶员1.14万人占比62% 根据疫情之前一份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 天津公交他的驾驶员的一年的人均收入 大概是在6.7万元人民币左右 目前有不少的声音是把矛头对准了李鸿忠 天津之前的市委书记 也是在蔡奇之前普遍被认为 中共党内最大的台轿子的人 就认为他在疫情三年防控期间 捅得过死 所以造成整个公交系统瘫痪 没有人去乘坐 不过关于这个说法 事实或者说数据还是显现 其实天津公交集团作为一家所谓的国有骨干企业 一直是老大男 2018年就已经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天津公交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公交营运 那其实就是卖票为主 但是因为公交他有一定的公益性 票的价格是受到政府管制的 所以上不去 另外一块天津公交集团还有整车及配件销售的收入 但是这两块主要的收入是没有办法去覆盖他的成本的 主要的成本最大头的是人工 再加上燃油费用 折旧费用 运营以及维修费用 整个集团他融资渠道是以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为主 前面提到了其实疫情之前 2016 17 18年就出现了债务节节高升的情况 2018年是出现了资不抵债 疫情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期间 天津公交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91.13% 95.32% 以及100.38% 等于是2022年又一次是资不抵债 截至今年一季度 天津公交资产负债率是高达100.71% 天津公交是长期获得天津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的拨款 总额都是比较的大 包括今年第一季度的天津公交 是获得天津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补贴8.3亿元 目前第二季度相关财政的补贴 到底有没有给给了多少 如果给了又用到哪一块去了 因为人力成本就是一个大头 目前官方都还没有披露消息 一般的理解还是说 一控三年 尤其是天津啊 李鸿忠主政期间非常的严格 所谓的底线思维 底到底极端思维到顶端 那还是冲击到了当地市一级区一级的财政状况 所以呢最后又影响到了需要反补的 比如说天津公交集团 天津人性格总体来看呢 是比较想得开看得开的 但这个不应该成为比较长时间大幅度大面积欠星的理由 接下去来看看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最新的情况 确实备受关注 香港媒体就特别提及 习近平之所以缺席印度的G20峰会 那原因当然会有比较的多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要准备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主要还是基于实践的考量 因为从1993年以来 这30年期间所有的三中全会 除了19届三中全会是在2018年2月份举行的 那么别的30年期间的三中全会 都是在中共的党代会闭幕之后的第二年的秋季召开 时间集中在10月份的上旬中旬到11月份的中旬期间 所以现在眼见的已经是到9月中旬了 那按照这个时间来推 9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会对外发布消息 就是要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了 时间那很有可能 比较早的就是10月份 晚一点到11月的中旬 同时从1993年以来的中共历次三中全会 它主要的议题都是比较核心比较重要的 包括农业农村问题 包括改革开放问题 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等等问题 所以香港媒体也如此判断 那这一次的很快就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议题 也会非常重要 而且很有可能也是涉及到经济议题 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经济议题之间的关系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有些学者还是很感言的 也道出了自己的心理的想法和期待 有学者就特别介绍 也是透过非常知名的财经媒体表示 期待接下来中共中央能够利用恰当的时机 包括秋天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能够在一些重要的本源性问题上 给社会传递积极信号 推动社会分类进一步回暖 那什么本源性问题呢 这位学者就表示 要站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高度 重新思考定义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如何认识私有财产 个人权利自由等等 从而推动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整体改革 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等等 具体到民营企业 有学者就给到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所期待的一个设想 就是如果能够借鉴 以往成立中共中央全面生化改革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这样的做法 这个也是海外媒体说的比较多的 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或者小组长治国了 那么回到专家的说法 就是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中共中央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委员会 或者是中共中央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然后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小组组长 以最强力度来协调财经宣传政法等方方面面的部门 然后呢就才有可能更加提高 关于目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效率和问题解决能力 那么目前官方所承诺 所强调的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之下来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这个局仍然是有必要存在的 那么它可以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或者是领导小组下面的 直接对口的落地机构办事机构 所以学者就给到了心中的一个想法 在中共中央这个决策层面 有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一个小组 然后在落地执行办事层面 就由中国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来做 那思路就理顺了 而且这个思路一打开 就能够极大的去刺激中国的民营经济 能够体现中共是对民营经济非常重视的 因为想而易见的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制度性的困境 涉及到意识形态 法治金融产业 税费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远远不是一个司局级部门 可以去协调 可以去解决的 而是需要从顶层规划的高度去办 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体制内的学者 还是有智慧也有胆量去提这样的建议 不过批评的声音比较多 认为这样的专家学者还是比较的幼稚 因为在眼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之中 恐怕成立在中共中央层面 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可能性并不大 关于这一点 民进追击是向中国大陆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进行了请教 那么这位学者不愿意居民的情况下 他表示目前是看不出 中共中央会成立一个民营经济运作小组 或者说领导小组的 看不到这个迹象 但是他也强调 中国或者说中共周边的环境 正呈现全方位的恶化 所以他认为如果说能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那当然是好事情 其实讲到中共历史上的三中全会 往前走超过30年 人们印象很深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中国人 可以说记忆犹新 或者说一定会提到的就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不只是有经济议题 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思想方面的议题等等 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他突出的就是批判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评价了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做出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而且决定要健全中共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规党法 这是在政治上 在思想上做一些突破 那么在经济建设这个方面 是要求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和整个中共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 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 对限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 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等等 总还是有一些中国体制内的学者 包括一些专家型学者型的官员 在相对小众的场合 还是会来谈十一届三中全会 浓墨重彩的进行赞美 同时呢 也是做一些比较或者说期待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开成什么个样子 但就目前的中国政治氛围来看 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突破性的意义就是突破了两个凡事 要求去正视毛泽东 而不是仰视毛泽东 在眼下的中国环境之中 因为已经有了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等等了吧 恐怕这一块没有办法做更多的突破了 另外一点在经济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重要的成果就包括是给企业一些自主 实现经济责任制 中国经济形势走向多样化 也是从1978年那一次三中全会以后 开始启动的 那么在中共内部的改革 所谓的新政的建立之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是明确了 党政旗要初步分权 在领导体制上 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 赏罚不明现象 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邓小平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尤其是在1980年的8月18日 邓小平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发表了讲话 把权力过分集中 同中共的领导制度上的弊端 联系了起来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认为 在中共党的领导体制上 权力过分集中 是诸种弊端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弊端 是产生其他弊端 在领导体制上带根本性的原因 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 此前在接受民进追击时就表示 其实他们感受 就是习近平已经完全推翻了邓小平的那一套 邓小平曾经就提到 在中共和中国国家领导制度 以及干部制度中 最主要的弊端 就包括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包括家长制现象 包括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两项比较 现在所谓的习时代 这些现象已经回来了 而且已经是登峰造极 所以就眼下现实的情况 而言退而求其次 如果说二十届三中全会 能够在经济议题上 特别是在民营经济的议题之上 有比较大的突破 相信这些中国体制内的学者 改革开放派的学者 当然自然还有企业界的人士 就会感到一些 未解了 最后再来看一看 目前中国所谓的学习惯者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这个名字非常的长 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 步入了第二阶段 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 这两个阶段 第一批第二批的主题教育活动 正在衔接联动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的地方宣传机构中 影响名气都非常大的 浙江宣传 是刊出了一篇文章 指现在主题教育过程之中 低级红高级黑 在中国的基层是普遍存在 还给出了这么几个例子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某个地方领导 跑马拉松的视频 在网上是引发关注 广大网友感兴趣的是 高达11.2万条的 跟帖评论数量 其中步伐就写到 书记左手和右手 分别摆了三次和四次 寓意狠抓三个落实 做到四该四必须 处处体现担当精神 之类的评论 浙江宣传就特别提到 不管这些评论 他怎么样的一个来头 有些人是肉麻的 去吹捧领导 也有一些网友 是特地来调侃恶搞 但是结果就是这样的评论 一旦被境内外 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利用 就成了抹黑党委 政府形象的高级黑 实施不忘所谓的境外 境内势力 还提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有些地方为了表彰 网络正能量人士 就隆重举办了 评选和颁奖活动 结果在活动中 却词不达意的 将这些人表彰为 红色键盘侠 忽视了键盘侠 这个词本身的贬义 把一件好事 就办成了网络笑话 此外浙江宣传 还提到了一些例子 就包括 大白天 点马灯 学党史 吃清廉餐等等 让人们产生了强烈的 不适质感 浙江宣传就特别建议 要减小低级红 高级黑现象的危害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从源头上消灭它们 特别是要防止 人们或者说党内 这些宣传工作者 自身的低级红 被人炒作利用成为高级黑 主流传播的价值 来不得半点水分 既不必说过头话 也不必做过头事 浙江宣传就表示 其实我们的很多工作 真实平时 朴实就足以讲好 堆砌异美之词 人为拔高 反而过犹不及 以上就是浙江宣传 这篇文章主要的意思了 目前在中国社交群组里 流传的也是比较的广 他批评的对象 是中国的基层 说有这样的低级红 有这样的高级黑 包括主流价值传播 是来不得半点水分的 浙江宣传也恐怕 只敢批评所谓的基层 那在中共的高层 目前抬轿子的 把习近平普通的一篇讲话 动辄就解读成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 人和事 其实并不少见 另外一点 也能够看到 因为所谓的主题教育 它总体来说呢 是理论的色彩 物虚的色彩 或者说 有些批评人士 所提到的 这样的理论 那样的提法 它本身呢 虚头霸脑 到了地方上 那也就只能够霸王 硬上弓 来做一些解读 诠释 或者透过一些活动 来做所谓的呈现 但最后呢 就是提笑皆非 似是而非 所以再进一步说 浙江宣传所提到的 批评低级红 高级黑的这篇文章 也很容易让人又联想成为 本身是一篇 低级红 高级黑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 非常重视宣传 但是眼下的习时代 其实国门还是打开的 网络上年轻人 包括一些上了岁数的人 用翻墙办法 来看海外信息的 其实非常的多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 宣传的具体的办法 是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丰富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套路 和背后的逻辑 其实呢 没有太多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欢迎您收看 新闻焦点 西方公司多将投资 从中国转向印度 墨西哥越南和马来西亚 称显背弃 法广 荣顶集团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和欧洲公司 正在将投资 从中国转移到 其他发展中市场 其中 印度接收了大部分转移的外国资本 其次是墨西哥 越南和马来西亚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随着担忧加剧 西方公司将投资 从中国转向印度 尽管中国这个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 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加 但这些西方公司 却对中国背弃了 这凸显了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商业环境 经济复苏和政治的担忧 是多么沉重 据周三的报告称 2021年至2022年间 美国和欧洲宣布的 对印度绿地投资价值猛增约 650亿美元 即400% 而对中国的投资 则从2018年1200亿美元的峰值 降至去年的不足200亿美元 该研究组织表示 多元化正在顺利进行 但也承认 发达经济体 需要数年时间 才能实现去风险政策背后的目标 因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 随着中国放弃毛主义经济模式 低廉的生产成本 和庞大的中产阶级前景 吸引了第一批外国公司来到中国 但随着消费者现在收紧钱包 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市场正在失去光彩 这一转变发生之际 中国地方当局 在一场严重的经济大流行 和房地产危机 耗尽了他们的金库后 正在努力重振外国投资 该报告称 西方公司正在加大 对这些市场的绿地投资 以便在采购组装商品 和半导体等地缘政治敏感商品 石油选择 并减少供应链中 对中国的依赖 但报告作者警告说 多元化不太可能导致 对中国的投资迅速下降 因为外国公司投资的市场 严重依赖 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因此 即使远离中国的多元化 正在加速 中国在全球出口 制造业和供应链中的总体份额 仍然继续上升 中国对美国技术限制 发出抨击 呼吁建立新的网络规则秩序 南华早报 中国敦促联合国 为新技术的发展 创造一个开放 公平 平等 非歧视的环境 中国政府在周三发布的 一份立场文件中 呼吁联合国增加发展 中国家在人工智能监管 和标准制定方面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该文件还批评了网络空间军事化 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限制其他国家技术发展的做法 该文件还涉及非技术问题 包括日本将福岛核电站 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 排入太平洋的行为 台湾的李柴豪 在香港公开赛首轮中 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 阿克塞尔森 令人震惊 南华早报 世界排名第一的羽毛球选手 维克托 阿克塞尔森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开赛的首轮比赛中 被台湾资格赛选手李柴豪击败 阿克塞尔森 在上周的中国公开赛中获胜 承认对手在当天比赛中表现更好 本地最受欢迎的选手 和未免冠军李卓耀 在对阵中国选手 温永扬的比赛中获胜 而另一位香港选手 吴嘉朗 则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 乔纳坦 克里斯汀 在女子单打比赛中 日本的前冠军奥九元西被淘汰出局 自由派议院的波特金正志 华盛顿邮报 保守派组织自由工作组 于周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讨论政府支出问题 该组织的总裁亚当 布兰登将国债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 然而 发布会的其余部分 集中讨论了其他问题 如拜登总统和政府等 这些问题对年轻选民来说 不太吸引人 演讲者利用对债务的讨论 来引入其他问题 将政府支出 变成了文化战和右翼议题的代理 这种策略 过去曾被查党运动采用过 拜登在2010年 给亨特的电子邮件中 猛烈抨击奥巴马 没有封度 英国独立报 亨特 拜登的电子邮件显示 乔·拜登在一封涉及 剽窃指控的电子邮件中 指责巴拉克 奥巴马没有封度 亨特 拜登暗示奥巴马 在演讲中使用了 乔·拜登的部分内容 但没有给予认可 年轻的拜登 在一封给父亲的电子邮件中 引用了奥巴马的话 问道 他从哪里得到的 乔·拜登回答说 没有封度 亨特 拜登似乎在暗示 奥巴马在谈到失业问题时 使用了乔·拜登 2008年竞选演讲中的措辞 乔·拜登本人 过去也曾面临 剽窃指控 中国 乌克兰 绿色能源 欧盟首脑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优先事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 计划加快新风力涡轮机的许可 并调查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他声称 这些汽车受益于大规模的国家补贴 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委员会可能对汽车进口 征收高额关税 包括在中国制造的非中国品牌 如特斯拉 雷诺和宝马 他还强调了 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表示他的方法将是降低风险 而不是脱钩 冯德莱恩还谈到了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呼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欧盟将调查中国电动汽车的涌入 并考虑征收关税 日经亚洲 欧洲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一项调查 已确定是否应对更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 EV 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该调查将评估中国在欧洲销售的EV的份额 目前已达到8% 可能在2025年增加到15% 这项调查预计将持续13个月 将调查一系列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补贴 包括优惠贷款和获取廉价土地的途径 这项调查的不寻常之处在于 它是由欧洲委员会自己提出的 而不是对行业投诉的回应 特朗普游说关键共和党人 试图弹劾总统 未报 唐纳德 特朗普与有影响力的众议院共和党人 讨论了该党试图以未经证实的腐败指控 对乔·拜登进行弹劾的可能性 据政治报道 特朗普与众议院第三高级共和党人 伊丽莎·斯特凡尼克保持联系 此前众议院发言人凯文·麦卡锡宣布 将正式启动弹劾调查 这些指控 涉及乔·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 在海外业务往来中的腐败行为 但尚未得到证实 8月份汽油价格上涨 导致通胀率上升0.6% 英国独立报 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 美国8月份的通胀率上涨了0.6% 主要受到汽油价格的飙升推动 这比7月份的0.2%增长要高 过去12个月 通胀率上涨了3.7% 8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10.6% 而7月份仅上涨了0.2% 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0.2% 其中肉类、家禽、鱼类和鸡蛋的价格上涨了0.8% 猪肉价格上涨了2.2% 美联储已经提高了利率 以控制通胀 只有一种绿色能源可以在致命的热浪中保持空调运转 英国美日电讯 随着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引发重新思考 美国核能产业正在经历复苏 尽管自福岛核载以来 监管变得更加严格 但该行业被视为减少碳排放的关键途径 特别是在加州等州 退役燃气发电能力的问题日益突出 电力公司正在延长反应堆的使用寿命 甚至有重新开放之前关闭的核电站的讨论 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被敦促改变退役的方法 允许在燃料卸除之前进行一段保存状态的停用期 然而 人们担心在新建活动停滞期间 供应链和劳动力技能已经受到削弱 佐格尔核电站在佐治亚州的核电机组一直面临问题 其预算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尽管成本高昂和能被视为最安全的发电形式 并有潜力提供长达60年的零碳电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们好久没有聊台湾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 原因是就在节目开始前几分钟 我看到一篇重磅的文件发布了 那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这个文件比较长 一共是21条 这在两岸关系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 里程碑式的一个文件 他给了台湾居民很多连中国其他省的一些居民都享受不到的一些待遇 比如说之所以叫示范区叫深度融合 还真是够深的 比如说台湾人在福建赞助登记 不用搞了你只要是拿着你的台湾居民居住证 你到了福建到了厦门 你直接租房子就行了 不像以前你还得搞个赞助登记 公安局你得注册 这一点对台湾人到大陆特别的方便 另外在福建的定居落户 中央用了四个字叫怨落近落 就是你只要想来你就可以来 几乎可以说台湾居民的居住证和大陆居民的身份证 在日常的生活商业的交往里面是同等便利的 基本上能当大陆的身份证用 所以对台湾来讲 对台胞来讲确实是十分的方便 另外在福建购房置业 买房子就业就医 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等等等 都会陆续的展开一些大动作 让台胞在福建的待遇方便度 至少能和福建当地人持平 甚至有些还要超过他们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海内外的关注很多 讨论也很多 我总的感觉它是个好事情 大家要知道这个示范区搞的就是厦门和金门 福建和马祖这两个地方 厦门和金门的距离只有三公里 特别特别近 福建跟马祖也是只有个20公里左右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在军事上 金门和马祖对台湾不具有任何价值 它离厦门实在是太近了 那为什么还保留这个 那就是跟当年中共的老一辈无产机器革命家 他们高瞻援助有关 就像当年解放军申请 说要不要一鼓作气把香港打下来 上头说不要打 留着它将来有用 果不其然 后来香港就成了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外汇来源基地 信息技术来源之地 中国跟海外对接的一个桥梁有带和窗口 当然台湾当初他们不想这么干 打了很多次没打下来吗 没打下来 最后金门马祖 中方绝对是有能力拿下来的 最后没拿 也是当小朋友他们发话了 不要拿 留下来当做一个交流的窗口 你看到今天为止就可以看出来 那一辈领导人 他们的目光是极其远大的 打什么打 拿下来又有什么用 留下来你看到今天就能拿来说事 就可以搞深度融合 按照文件的说法要搞同城生活圈 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了 基本上就是将金门马祖纳入厦门和福州的 这样一个生活和社会管理的体系 当然这里面除了生活以外 还有企业对台湾企业来厦门 来福建投资办厂置业 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些便利 这种便利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遍及好几代的程度 你不光到这来居住旅游玩行 投资办厂也行 子女在福建的上学 在公立幼儿园可以就进就读 中小学也一样 方针就是欢迎就读 一视同仁就进入学 那更不用说福建的高校 比如下大这种科研院所 扩大招收台湾学生的规模 支持在福建的各类企业 尤其是台企聘用更多的台湾员工 台湾地区的医生都可以在福建职业了 甚至台报还可以在福建的非宗教社会组织负责任 法定代表人进行试点 那就他们可以担任类似的这些职务 所以这个力度那是非常大的 但这个背景大家都清楚 是因为2024年的1月台湾大选就要举行了 目前为止赖清德 民进党赖清德 排名很靠前 几乎可以说离台湾总统的宝座最近 那更关键的是在中美对峙 中国和欧美要脱钩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 台湾这个位置太敏感了 美国也在拉 欧盟也在拉 大陆当然不想让台湾这样一个对他来说 这样一个风水宝地落入别人之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深度融合 在两岸关系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之举 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一个举措 近期看是为了选举 长期看是为了让台湾和大陆 按照习近平的想法 就是最终实现他这个统一 这招是不是会很有效呢 首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会非常有效 因为啥 老百姓不就图个安稳日子 图个挣钱多花钱爽到哪都方便吗 台湾尤其如此 台湾的消费主义比大陆一点都不差 台湾我也去过两三次 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就是台湾人很温和 很有礼貌 绝对比我们大陆人有礼貌 同时讲究祥乐 祥乐第一 那也是极其明显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了台湾以后 给我开车的司机 我就问他 他知道我是从欧美回来的 所以我问他有些问题 他也不避讳 他可以直接聊 他不怀疑我是共囊分子 我说你在台湾你是支持绿 你还是支持蓝 这个司机跟我说 我既不支持绿也不支持蓝 我支持红 我说为啥 他说有钱就行 大陆旅行社来了以后 人家的好多特别是私密油 高端油 人家大陆的土豪出手大方 我特别爱接大陆团 这个司机跟我说 挣钱挣得爽 特别乐 特别的高兴 我行好 这个台湾人不用多 只要有三分之一 有这样的想法 台湾就已经不战而败 你只要想活得舒服 活得好 有钱挣有钱花 那大陆就可以满足你这一点 是不是 那是很显然的 再聊到后来 我这跟这个司机 待了有一个星期 往后来聊 他就开始往下三路聊了 因为是个男生 一个大叔往下三路聊 我问他 我说你去过大陆没有 他说我去过 我是炮兵团长 我停里面吓一跳 我说大陆虽然对台湾同胞特别友好 他也不至于允许你带炮兵过去 是不是 这是军方的事情 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国防事宜 他说不是你们炮 是别的炮 后来我仔细一问 他是带领一帮台胞到中国的珠海 成都去打炮 就是去找姑娘到处游玩游山玩水 纸醉金迷野去玩那个去了 我想好 你看这是台湾最普通的老百姓 他最真诚的一个新生 他就只想过好日子 别的他不管 所以在民间基层 他这个情绪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面 这样一个底色的情况下 更何况金门和马祖 离大陆本来就这么近 但军事上没价值 他想拿随时可以拿过来 那在这样的时候 让已经开始 已经做到一定相当程度的这种 居民的生活方面的融合 给他用法律 用中央文件的方式 给他固定下来 对中共的统战诉求 显然是一个利好 好多事情 不是横向的比 不是纯粹的比 很多情况 你看台湾人均的GDP 已经过了3万美金了 远远超过大陆 台湾还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企业 但问题关键是 大陆的体量太大 你只要跟他沾上边 他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必须跟着他转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 台湾就已经出现了空心化的这种趋势 你看好多少台商到大陆投资设长 是吧 钱也带过去了 寄水带过去了 企业家人也过去了 不但大老婆过去了 每个台商在大陆都有二奶三奶四奶 到处落户安家 台湾有家 大陆还有家 这些台商乐此不疲 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现实 当然说完他新的二十四条 二十一条 他好的方面以外 他还有一些哪些地方 可能 不会像原先设想的这么如意 甚至有可能蛮拧 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比如说在二十四条 二十一条的意见里面 竟然有一条是什么 说允许台湾商人来大陆 搞电台 投资搞电台 做节目 搞推广 我以前真的没见到过 这方面的规定 因为在媒体 文化 影视产品的传播方面 大陆控制是最紧的 这点不用我解释 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肯定都明白 在这一点上 我甚至在当年连战 来访问大陆的时候 我就跟台湾的朋友说 你们带这么多的企业家 你们应该把台湾的 华市 中市 台市 东森 这几家的创始人和老板都带来 你们就公开跟中方谈 你想实现两岸统一是吧 那咱就是从信息对等上先落实 比如说 既然中央电视台 既然凤凰卫视 都可以在台湾播放没人管 那我们的东森 中市 华市 我们的这个民事 要求对等落地 中国大陆老百姓想看就看 不准设限制 如果你们提出这种要求来 那就把这个啤酒提给中方 对吧 你们看后面怎么谈再说 结果 当时 跟着连战代表团到中国去的 这些老领导 台湾老领导 说这个建议不错 可惜我们已经去完了 你要早期这个建议就好了 这不是早不早的问题 我们再看北京今天出他这个决策 说允许你台湾商人在我这办电台 他有足够的把握 就是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 他就算让你办 你也不能怎么地了 你看看台湾的这些媒体人 这些电视节目 我这几天老看那个 不是老看 偶尔瞥见那个中天 中天里边那几个不要脸的媒体人 他如果不是那个一口标准的台湾普通话枪的话 我都以为是中央电视台 有个叫什么赖月签的 哎呦 那叫一个无耻的啊 那巴不得早点把台湾 卖给北京就得了 口口声声啊 都不是从台湾啊 最本质的最深刻的这个利益出发 简直就是个红色电视台啊 所以这台湾的媒体 他已经是这个德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允许你来办 那有什么区别呢 那无非就是厦门的台湾台 是不是没什么区别 所以他已经有把握让你这么做 也不会出岔子了 他是让你办的啊 另外啊 大陆出台这个措施啊 也就像其他政策一样 他就会让大陆自己啊 这些人开始犯嘀咕 就是说你都给台湾人这么好的待遇了 那我们自己去台湾咋办啊 对不对 2019年中国就已经停止了 大陆居民到台湾去的这个自由行 当然有疫情的原因 但疫情也结束了 他又没恢复 所以他不忍大陆人这么多的去台湾 前几天刚刚恢复了 是通过旅游团可以啊 个人不行 通过旅行团可以到大陆 可以到台湾去 那这个放开的幅度 远远比像台湾的居民伸出橄榄枝要强 所以两岸不管怎么样 人员应该更多的更频繁的往来 双方就会对自己的定位 对对方的看法不断的去调整 对台湾人来讲 看大陆你就不会像前几年 有些媒体人竟然在台湾的媒体上说 台湾大陆穷的吃不起茶叶蛋 你说他要对大陆的认识是这种程度的话 你不分分钟被他搞死吗 事业太狭窄 信息太虚假 太一厢情愿 同样大陆一样 大陆这些年 很多人趾高气扬 认为我们都已经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我们这个政治优势怎么怎么样 那意思就是我能看得起你把你台湾收回就不错 那一副高高在上 趾高气扬那样子 当然这几年被疫情打压的很多人 大陆的企业家也开始灰头土脸 那些精英也没这么精英了 在这种情况下 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看看台湾 体会台湾的风土人情 体会台湾的温情的善意 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仔细看看人家台湾人过的生活 人家怎么就过得这么滋润 那确实也是他们应该学习的 更何况台湾的民主政治 虽然有它的乱象 但我认为它仍然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 全世界民主的典范 因为它没打仗了 至少没打仗 再一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内乱 没有 无非就是选举那几天乱一点 三门高一点 选举结束以后 台湾人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 我真的是奉劝 很多大陆的经营 你到台湾去 你也别只去阿里山 只去什么日月谈 只去吃那个士林夜市 要感受你的台湾选举 或者其他的一些政治运动 你也参加一下 学一学 感受一下 也比你一辈子做一个土鳖强 你看我就有这个觉悟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 特别逗 台湾交通部的领导请我吃饭 六点半吃饭 我说咱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吃完 七点半我想去土城看守所 大家知道土城看守所是干嘛的吗 当天晚上台湾前总统陈水扁 因为涉嫌贪腐被关押到土城看守所 我说我要去看一看 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看到 在任何一个华人国家领导人 一号男一号 因为贪腐被关进了监狱的先例 我想在台湾体验一下 看一看 台湾交通部的领导考虑了半天 门酒喝了好几杯 说邦瑞我劝你还是不要去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这两天比较特殊 为啥 一道选举特别是 像陈日远被关这种时候 台湾的民意都是极其高涨的 特别是台中和台南地区 阿扁那些老乡 都是敲锣打鼓 就从台南台中赶过来了 现场十分的热烈 也十分的混乱 你说你这么去吧 一张口 人家就一听你的口音 就知道是大陆口音 那这种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当然了 你的人身安全我们能保证 但是你好没有来台湾一次 何必冒这个风险的 不要去 以后来了 再带你去 所以我就客随主编 我就听了台湾朋友的建议 当天晚上没有去见证陈水扁 被关进土城看守所的这个情况 但我内心很羡慕 所以我就劝大陆这些精英 到台湾 不要只是吃吃喝喝 不要只是忙着 白天吃喝 晚上忙着去看那个槟榔西施 槟榔西施我也去看过 也就是这么回事 好好的学一下人家的 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怎么搞的 从理念到现实到操作 民主是个技术活儿 你得多练 所以台湾就是你去见识 去体验 去练手的最佳的一个场所 另外 最近我们节目里也提到一点 就是北京各个部门 各管各 都从自己的部门的目标 和职权范围出发 出台自己的政策 至于和别的政策 甚至法律 有没有什么冲突 他是不管的 你比如说 现在台湾随便可以来福建居住了 不用去公安局报备 你刚刚出了反间谍法咋办 你刚刚要去修改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咋办 你敢保证台湾群众过来 不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不 你不敢保证 间谍法 你既然没法让他注册 他住哪儿到哪儿去 你都没法就很难掌控 起码信息源就受了障碍 只靠摄像头 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是吧 你这个反间谍法 反间谍是反谁 不就是反台湾间谍吗 对吧 你这样搞的话 反间谍法怎么实施 你这样弄 台湾群众也有很多人感到担心 人家也不敢来 你虽然放开了 人家不敢来 来了以后 被你搞成了台湾间谍咋办 因为这里面的界定十分的模糊 台湾有何大陆 有这么敏感的关系 所以要说抓的话 台湾人里面被抓的可能性 那是极大极大的 极大的 所以老百姓 这一端是有一些心理障碍的 另外你要说企业 你想让台湾的初创企业 台湾的企业的大陆投资办厂 去开这个 这个 拓展业务 这里面呢 可以说 效果也会大大折扣 为什么 首先 那种科技创新型的企业 台湾年轻人干的 他们要么 这些人在美国接受过教育 要么呢 他的资金 创业的资金是来自美国 他给你大陆的关联度 远远低于 在欧美的关联度 那更关键的是 现在美国出台了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限制 尤其是高科技方面 限制是非常多的 你说这些年轻人 如果他不是万不得已 他冒这个风险 自己创业 哗哗的 是吧 全家的钱都砸进去了 干了十年 就因为和大陆产生了关系 他开发这个产品 受到美国的制裁 受到美国投资的限制 他会冒这个风险吗 他不会的 他不会的 所以最大的可能 还是那些比较传统型的 比如说商贸的 什么大润发 这样的是吧 什么生产类型的 生产一些具体的 中低端产品的 这些人呢 本来就跟大陆有比较强的 这种叫强联系 他会继续扩大 在中国的生产和营销的规模 甚至是从无到有 重新开始 但你说这些高科技这些类的 他不会去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老盯着他们 他们心里不敢 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对台湾居民这么宽宽大量 这么放开手脚 尺度非常大的 给他们在大陆生活提供便利 这个整个大陆正在往集权 往紧缩 往控制的方面去发展 这个趋势是180度拧巴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厦门待几天是吧 你总不能只在厦门待着吧 你到全国各地玩的时候 比如说去北京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 你没有身份证 提前预约 你就去过来天门广场 这两天我更听说了 更雷人的消息 在北京进地铁买地铁票 都要用身份证实名验证了 非常麻烦 他还不是刷 你要手动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 还要手动输入你的姓名 才能买到票 搞到很多的乘客 不用说外地的 北京本地的人都极其反感 他为什么 上面给的答复 为了提高北京地铁的安全防护能力 但也没听说 不实名制 不用身份证之前 北京地铁 整天出什么恶性事故了没 没有 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 所以你台湾居民的身份证 台湾居民的居住证 你在厦门行 你到了北京 到了全国 你连那地铁票 你都买不上 那这种东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在中国现在生活 别说你台湾人了 就连中国大陆人也只能边摸索边看 一天当中一天过 谁知道明天又有什么奇葩规定 总而言之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管你 为了控制你 为了收拾你而出台的 所以这个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那今天就先聊这些 那就聊这些 台湾很久没聊了 我们也诚挚的欢迎你给节目点赞 这几期点赞都数量都非常高 向大家表示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